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是我们狮王活动的最后一天 那冷月呢 最后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吧 没有错 冷月把我们的狮王升到11星了 那这是冷月现在的极限了 因为冷月 这个钱花的比较多 所以别人说其实冷月没有办法克太多的狮王 那别人说其实冷月现在就顶多极限就卡到11星 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去了 把所有能换的全部换成狮王了 包含这个商店 冷月是把所有的碎片全部都换成狮王的碎片去了 那很多人说啦其实狮王的角色不强 但我自己真的觉得狮王非常的帅 所以我当然就是练我们的狮王啦 把章鱼换掉 把章鱼换掉 换上我们狮王啦 帅师王上阵 帅师王上阵 我们来看一下吧 在自己服的话 我们的师王战力会是多少 诶这阵容要换一个地方改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阵容是 这阵容要怎么去改呢 我来看看布阵 应该从这里去改 那我稍微改一下好了 先把我们的狮王丢上去 我们冒险玩法索性玩一下光队好了 来看我现在光队可以组成什么样子 好 我现在光队大致可以组成这样子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冷月的狮王现在全服第二名 我来拿我们的米米大哥 那战力真的标有够快的 好啦符文用行空了 哪有开这个 嗯 哦等级啊等级差太多了 等级跟符文差太多了 没关系把符文稍微拉拉 那其实我符文的部分还没有搞到特别好了 就还在还在慢慢弄这样子 因为其实现在基本上来说 要弄符文的话难度有点高啊 资源不够啊 我想把纸的先卸掉 我们先把他拿来生我们的那个狮王的符文吧 来个穿透跟应用好了 还是先弄这个 先来个穿透跟应用吧 伸上去 然后再来一路伸 我的锤炼金石应该是够把他伸到行空的应该吧 护盾反伤精准把精准精准吃掉 再来 一路充 然后再来的话先吃 先吃反伤好了 那一次伸到行空啊 那就一样一路把点到满吧 ok 点到点到极限了 好我们失望四百万 ok ok 非常好非常好 那目前冷月的预计也是这样组了 就是把 一样是按照正统的光法对 然后把我们的 原本是白旗的部分换成我们的狮王 然后站位部分我会倾向于让狮王跟我们的 桃子站在中间排 然后真假一样是手 主坦位 然后女仆加上我们的爱丽站在后排这样子 但是我之后预计会玩的一个光队啦 我之前原本想要玩白旗 但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玩法师 所以我白旗其实练一半就没练了 那我下面是想要把这一对给他搞起来 看有没有看头这样子 那当然很多人说 冷月我们考虑配其他角色 例如像之前有人说 其实亚当配我们的皇后是很强的 但我自己觉得皇后这只角色其实 他记得在这里 讲真的啦 我他配上亚当可以玩是死亡印记 以及加上 在死亡印记下阵亡时会回血这样子 主要就是卡在这两个点 所以大家觉得说他很配我们的狮王 但我自己觉得是还好啦 因为在后期其实大家血都非常的厚 你要瞬秒 敌方其实难度还是偏高的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这个部分就 仅供参考也算是一种玩法 当然啦 亚当基本上一定是绑在桃子身上的 我不需要这样老实讲 桃子基本上太万用于战士的队伍了 甚至有些光法队也逼不得已 得要用上我们的桃子 所以我自己觉得桃子跟亚当 基本上可以绑在一起 然后真假可以保牌 让亚当不要那么快被秒 那艾莉就是控场 没话说 苏菲一样基本的大奶妈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一队来玩应该也是OK的 那只是我们的艾莉呢 如果真的要玩 可能要等到 有办法 凑到那个满觉醒之后才有办法达到他真正的强度 不然基本上都还是偏 没啥用的这样子 来个波斯菊 先穿一套波斯菊 我们的暗影帽效果是什么呢 好像没有暗影帽的效果 我自己把我的紫色都吃光了 所以现在我如果要改 魔魔阵容的话 只能拆以前的旧角色的阵容来弄这样子 这个不重要 然后呢 冷月线开始存那个碎片了 打算等到我们的 狮王正式加入之后再一口气开掉 到时候再拍一支影片跟大家稍微看看 冷月究竟够不够欧洲这样子 那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冷月这六天还七天的狮王 最后养成结果 就是在 十一星这样子 那 讲真的啦 也磕了不少在他身上 那如果想要让冷月稍微回点本的话呢 就把这支影片稍微分享出去 让点阅数高一点 这就是帮冷月一个很大的忙了 好那狮王 一样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他帅气的面容吧 好那今天这支影片到这边准备结束啰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透透的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啰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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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